大家好 歡迎又來到這個影迷小長戲 今天我講的其實是一套在香港剛剛上的舊片 就是有這個杜奇峰那些叫什麼 推介的電影 泰國的一套小品叫戀愛病發 英文名叫Heart Attack 其實這套戲就在2015年上 就拿了很多個泰國電影的大獎 也都票房幾好 這次杜奇峰我看他的訪問 他推介這套戲是因為他覺得 人家都可以用這麼低成本的東西 拍出這麼好的電影 我想他是想一些香港人 或者香港導演或者香港演員學習一下 其實這個故事一看就知道很低成本 因為他離去也有幾個場景 演員也只有幾個 這個故事其實是說泰國是一個做平衍設計師 他的生活就是不日夜不停地工作 甚至乎可以幾天幾夜不睡地工作 直到有一次因為他的身體沒有 就開始出診 他就去公立醫院看醫生 就撞到這套片的女主角 是一個很漂亮的女醫生 就因為這樣就開始改變他的生活態度 我想如果你還沒入場看 或者看一個trailer 或者看一個中文的片 你會不會覺得 一個所謂的傻小子 撞到女神 怎樣去改變自己 最後就追到女神的故事 其實不是的 菇姐不是說這件事 菇姐其實是說 究竟成事人生活是為甚麼 如果你是打算用一種看愛情片的心態去看 你一定會失望 其實這個故事愛情嚴重不多 甚至乎其實那個男主角都沒有跟那個女主角發展過 反而是那個男主角開始反思他的人生 你為了甚麼工作 工作是不是真的那麼重要 除了工作之外 是不是其他東西都那麼重要 人是不是要到死那一刻才發現甚麼是重要 我想每一個入場看的觀眾 你都 你不需要理到戲給那個結論 你自己都想一想究竟 你為了甚麼生活和生存 如果你問我 其實這套戲前一個小時有點沒了 因為你只是看他不停地在Fotoshop這樣撿照 根據他自己所說 就是撿大人來對球和撿走那些暗瘡 但是反而去到結尾 我會見到剛才我說的 究竟甚麼才是生活 人生是怎樣 我想這套戲都快沒得上了 因為他始終是一套舊戲 還有我不明白為何隔了兩年才上正場 我想很多人 例如我認識的是Kenny 都會覺得 我不如上網單路看吧 但是我經常都覺得 正場有得上 就支持一下 當回饋一下 一些好的作品都不為過 對不對 這套小品我推介大家看 如果你那天 心情不太好 或者你上班給老闆剷完 我想看完的人 會想多了一些事情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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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